暑假才刚刚开始 澎湖的吉贝岛上 到处都已经是细水的游客 不管水上摩托车还是香蕉船 全都大爆满 不过昨天又有非法的民宿 没让游客穿旧身衣 就下水浮潜 导致一名游客溺壁 今天澎湖旅馆出大动作 鸡茶岛上32家饭店和民宿 结果发现有一半的业者 都无照营业 当场开出20万的法单 吉贝是澎湖北海线的旅游胜地 夏季一到 沙滩上满满都是细水人潮 今年暑假才开始 吉贝的水上活动 早就被游客挤得水泄不通 不管是水上摩托车 游艇甚至是令人尖叫连连的香蕉船 都在水上带着一波又一波的人潮 在阳光海风下逐浪 让人鼠疫全消 尤其还有香蕉船的甩尾 更是消暑又刺激 因为游客大量涌入 小小的吉贝与上 饭店和民宿多达了32家 其中非法的民宿占了一半 旅游处大动作全数开罚 20万的罚单 16家的非法民宿 一家都没漏掉 我们就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你们没有合法登记 就不能营业 那就请你去查吧 因为游客只有针对我们家 这样有种 没有 我们全面都会查 业者抱怨连连 但事关游客的安全 一切依法执行 提起民众 夏天细水 除了要注意水上安全 找到旅游景点合法的饭店 及民宿才能玩得安全无余 尽兴而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